南投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二次临时会 在议长和胜丰组织下圆满闭幕 会中针对来自进口本县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育儿津贴修正案与研议青年就业及住宅优惠政策 并完成了青年住宅规划及上网招标政策 等多项提案都审议通过 在会议中 因应中央和同意进口含乎所有之为美国地的政策 我们也有借用到南投县议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为民进口的法官 并为国内就想要它改善了少数化的问题 借用了征贴修正案 为了要让一些年轻人都能改善到南投县 因口所的尖点感觉的问题 严议青年就业及优惠政策 并完成到南投县青年住宅的规划 并上网招标重要的政策的政策 何议长也感谢林县长及议员同仁们 为了县内发展所做的付出与努力 并取取透过府会合力下 能带给县民更好的生活 在此感谢林县委员团队 去本会所有的议员当中 说付出与努力 本市在此共调付费的合适 绝对是建议员团队 如何为南投官民 让你我健康安全 新的一年 把新冠状会员继续在漫延 希望全体官民可以专业配合秋冬环境策 做到更好的防疫工作 不要松下个人的家庭卫生防疫 相信大家在努力的支援 每年应该会更平安快乐付出的一年 最好在新的一年 共调大学身体健康 属于顺利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 县议会第十九届 第十二次临时会圆满闭幕 议长何胜峰及全体议员 也祝福县民都能够合家平安 健康喜乐 记者卢宇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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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